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对于攀岩爱好者来说 户外的自然山景总是有着独特魅力 只是想要在悬崖峭壁上久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既耗费体力又缺乏安全保护 而创意和科技总是能够渐进的满足人们的愿望 如今想要在山谷悬崖之上休闲旅行也成为了可能 只要你愿意花钱 南美洲神圣山谷的玻璃胶囊旅馆 便能满足你清静自然体验冒险的愿景 这个玻璃胶囊旅馆位于秘鲁境内 是自然天际酒店的创意客房设计 处在400英尺的高宫之上 想要住住这家酒店 除了需要支付每晚1000美元的高昂住宿费之外 还必须利用铁锁或者登山小道爬到悬崖高处 虽然不需要太多的登山经验 付钱之后便会有专人护送 但是缺乏勇气或者恐高的朋友 还是不要轻易尝试为好 睡在空中最让人担心的便是安全问题 设计者表示 这一高空胶囊酒店的卧舱 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其中太空铝和聚碳酸质 能够很好地应对天气变化 并且相当牢固 舱内的住宿设计也非常人性化 有四张大床 一个用餐区 和一个折叠式卫生间 住下八个人完全没问题 同时为了让山峰更好地进入到内部 每个卧房都设计了四根通风管 以及六扇可开窗户 顶部还有紧急出口 用来防止意外 酒店会负责给旅客提供早晚餐 夜晚还有红酒相伴 无论是在白天俯瞰山林 还是在晚上摇着红酒杯欣赏夜景 都会是一种极佳的人生体验 若有机会 你会愿意到这个悬崖玻璃胶囊酒店 去挑战一下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 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